这是早上摘下来的玉米 这皮还是蛮漂亮的 有大有小 怎么这个玉米和玉米本身它就没有多大的 也是蛮漂亮的 这个是掰下来坏的 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拉出去了 这个也是坏的 哈喽大家好小九 现在准备把这个玉米伤到我那个小车车 去把它拉出去 许姐这个坏的没有必要拉出去了 这个没有多少 你到时候把真空的话应该也打不了多少 那这个不要了 因为栽下面没有多少 两袋 栽下面还没栽完了 那行吧 那就拉出去先 或者是把它砍好 他们都没有砍 那他们砍好可能还好一点 拿出去砍 我怕我车拉不下 那就拉上车先 先拉上车 关门 没有电了 先把它熄火先 这个是大姐家的 大姐家的大姐 在炊 这个是炊出来了 这蛮漂亮的 干啥 干啥 还没还没装了 我不知道我车能不能装出去了 这里还有板栗 这板栗蛮漂亮的 新鲜 这个是昨天晚上打下来的 然后今天锤的 锤了我们马上就拿出去了 我看到这个浓木家种了好多花生 这个是晒干了 这个开了 那是炸油的 它已经晒干了 晒干了不是有点 有点浪漫 这种白衣的 以前我们家里面也种 没这么小颗的 它这个为什么小颗 这种的土的 品种不一样吗 就是北方那边的话呢 就大度一点 我们在里面种的最小的 有这么大颗 就这种 技术好一点 这个都是小颗的 蛮香的 都是昨天打今天把它敲出来的 看到这些东西感觉好亲切哦 你们这里面的东西 都自己种的 嗯 看一下它们弄完了没有 蛮新鲜的 都是昨天打今天把它敲出来的 调出哪儿坏的有七颗 刚刚有一个阿姨 她打不了多少年龄比较大 就打了十几斤 然后就拿过来给我们 刚刚我们也去村里面 一直在里面喊 收板栗 收到应该有100多斤了 夜景里面种了一颗龙眼 好像没熟 还有点绿 可以吃 可以吃 尝一尝 吃什么龙眼 不知道 你是十家 十家龙眼 嗯 昨天我们去收板栗 那家大大的 那个皮 很 那个肉很 很软 好甜 好甜 不可以再一个尝 老板呢 老板 我问那个老板没问你 我带一个龙眼尝一下 好嘞 谢谢 不想吃就吃 他们人都蛮好了 冷准就是花 新鲜的龙眼 我吃的 这几天吃的都是冷库里面 我拿出来吃的 尝一下这个新鲜的龙眼 这个阿姨 送二十斤板栗给我们 我刚刚看到他了 没认出来 我又会认识 打电话给大哥说 有二十斤板栗在我们收 看一下品质怎么样 来 大朋友们看一下品质怎么样 打开看一下 跳过了吗 跳过了吗 跳过了 谢谢再雪一下 我们来中午都没吃呢 我要点这个 要点生肉 卖的虚油 我也要 这个要脆的 然后我要回头 这个吧 这个是啥 猪食 不是猪食 沙干 不是有猪肺的吗 妈妈 不要再玩了 要点那个 这个 我要这个 咯 我会知道 你打算 我会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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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